如果是因人補資 一個女人來問你關運會不會升遷 我在銀行做的時候會不會升遷 女人補資的話 走馬上任 馬上就會走馬上任 再升一級 因為它往山上走嘛 盒子在旁邊 先程後破 為什麼要在先程後破花在旁邊 就是進入賢卦的本卦 這個盒子啊 第五個 盒子呢 代表是先程後破 那我們在補掛之初的時候 像就出現了 說 哎呀小姐 你這次走馬上任 會很成功 可是你恐怕會歷史重演 你剛好是路人康上去 參成都出事啊 對不對 你很倒北 那你看到上任的好事 裡面有兇程 先程後破的像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啊 哲三賢嘛 要以至成啊 以至成 方極 你誤敢 說 你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你任內 一發生以後 你開始晚上到處送禮 就是你 你誤會在改的嘛 至成你敢面對它 反而不見得會 不會受損 反而人家覺得你很好 出面 有的人現在出事的是晚上開始到處送禮啊 立法委員家裡也去送啊 國大大法家裡也去送啊 反而能夠捅他的他都去送禮啊 他是以物在感人啊 我很奇怪 現在這個都很有效 現在就是問題啊 所以如果 如果百姓聽我講話 我們選舉啊 招子都會很亮 還有那些選錯的人還不知道 好 楊宅 楊宅呢 三女 居三子位 成格 如果是三女兒呢 就住在這裡 昏臣於 她們就住在這裡啊 楊宅之言 就是 夫妻都沒有碰完面了 就是剛才她就結婚了啦 就好幾號啊 在這個一般來說 閒掛出去的 婚 先成 後破 所以在楊宅之言的時候 就要來找我們和和八字 這個折三閒掛呢 一樣,對象呢 必為豪門 這豪門除了有些人家以外 還有官家也是 婚禮一年 比如說他26歲,紅蘭新洞 結果變成27歲,紅蘭新洞 好 婚禮一年大部分是單歲 單歲結婚的 我們紅蘭前起已經出現的時候 一定在雙歲,24262830 那一般來說遇到婚禮一年 大部分是單歲 比如2725歲27歲結婚的齁 如果以 女孩子去住的話 財路啊,事業 在婚前的時候 財路事業都很好 但是 柯甲不興 讀書不見得很好 但是工作啊各方面 他做得非常的好 會有這種現象 折三閒掛的現象 閒掛之後呢 在雷鋒盆 紅掛 為什麼這橫掛是受在閒掛之後 因為這橫啊 本身橫 這個是雷號 我把那個掛窯寫一下 封呢 雷、封、橫 這個長男長女 這個橫呢 是在擀 折三閒掛之後 少女有感 男女之名有感了以後 就結成夫婦了 有了夫 有感了以後 成為夫婦以後 夫婦呢 在義經上面來說 橫掛就談得很久 夫妻之道 斷門論這個 因為夫妻道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橫 很久 當然我們算命是站合不站立 這是基本一個原則 但是有的時候實在對方不行的 要捨 了解我意思吧 不是義經幣沒有說 你那個女先生去搶錢 你就批女先生去啊 不可以的 要橫有橫之道 這個掛整個講的呢 就是要什麼時候持橫 你要對的再去持橫 錯的 還在那邊持橫 這是橫之道 那橫之道的像 你看看它的像 長男在上面 長女在下面 所以橫之道呢 在夫妻之間來說的話 男在上女在下 男尊 女卑 有沒有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折三前 閒掛的時候 女在上面 男在下面是不是 是不是 女尊男卑 這是嫌相感 出感應的事 所以你看那男孩子去追女孩子的時候 一定 她那個小姐 都是 對不對高的 都是智障的 叫你無敵之後 他就不敢四天五十 五十九分以前已經趕到了 絕對不敢遲一分鐘 結了婚的話 兩個小時都給你遲到了 好 那剛開始改應 那這個持橫之道 一心提出來的原則就是 男尊女卑 原則是這樣子 好 這個 到了人間道呢 他就講了 他就講了 君子呢 他不忘本 持橫到底 好 持橫到底 那這個橫的時候 他的原則是 他的目標不變 方法可變 方法可變 變在方法上面 但是原則目標 目標不會改變 這是君子的橫 那小人呢 不是這樣子 小人之橫呢 是 橫惡不變 他做惡的心態 永遠不會改變 好 永遠不會改變 那 這個 外相呢 常變 他要想騙你的錢 用這個方法騙不到 他要另外一個方法 他的外相在變 可是他的方 目標 好啊 在這個地方 小人 好 那小人如果你是小人的時候 然後你要發現 結果呢 易經上面給你一個判 易經上面給你一個判 易經有一個判的一個行 叫做無地可容 到他沒有地方 你站不住腳 好 易經給你判 判下來了 好 好 這裡呢 第二個我要跟諸位講的橫道呢 是富人之橫 富人之橫呢 要重順於夫 好 急 從人 對著人來 太太呢 持橫是重順於夫 要夫要真正 易經說要夫要真正 你可以持橫 好 那君王之橫呢 你要聽清楚啦 你如果是君王 君王之橫呢 不可持橫呢 於人喔 富人呢 可以持橫於 這個持橫於人沒有關係 那只是小過而已 你是君王呢 持橫於人的大胸 必須要持橫在什麼 在這裡 好 這裡上面 你不可以持橫在人身上 所以君王的橫是大橫 好 那我們小 富人的橫呢 是小橫 好 小的橫 這兩個不太一樣嗎 你不要拿 你如果是持橫在人身上的話 你那個手下已經是大壞蛋了嘛 對不對 什麼資格都沒有 眉毛又龍 眼睛又在那邊翻來覆去 對不對 然後 在後面造謠 造謠 造謠生事都是他 你還是持橫於他 你在持橫於人喔 不是持橫於正 好 好 坐一看 占卜 好 占卜 占卜那時候日在雲中奉賢書 官人行路 貴人道士守指門 屬下兩口 這什麼東西你看 好 好 日在雲中 第一個代表婚案嘛 婚案呢 君王呢 不明的相 好 你如果是補婚姻 就代表你老公不明 懂不懂 補婚姻跟李登輝怎麼關係 好 這個是第一個 日在雲中 第二個呢 這個奉賢書 這有奉來意啊 代表是由喜事來 喜訓來治 第三個 官人行路 代表將治 快到了 你丈夫快回來了 快回來了 貴人 貴人來了 貴人又要到了 好 也代表丈夫 喔 遇回了 為什麼 古人要補到這個 因為以前 丈夫出門做生意 或者走馬上人當官 或者去京城 考試 對不對 一去就到京城 裡面考試很久啊 秦香年就來了 對不對 這個在律師大學 這個以前聊哉 就專門寫這一段 所以看官人遇回了 像 你補到這個很好 你現在快回來 而且是喜訓喔 不是烏鴉傳書的 奉賢書 對不對 好事情喔 第四個 道士守指門 就告訴你 如果你要跑路的時候 入空門裡 躲到和尚廟裡面去 所以以前呢 人家那個盜匪啊 那個 那個通知犯 沒地方跑的時候 躲到和尚廟去了 我就出家當和尚 然後我就叫烏鷹了 對不對 跑路啊 不叫泥海下啦 現在比較難啊 現在身份比較 以前很好跑啊 還有呢 叫你趕快 在門內一人 入門內 人跑到門裡面散嘛 散也 散開來啊 躲開來啊 門裡面一個人 是不是散啊 好好的老鼠下面兩個口 兩口呢是回 兩口是回也 對不對 回來 或者是履性的 履性也是兩口 好 還有呢 鼠下面兩口 代表陰謀在後 有 後面有陰謀啊 要小心啊 掛補出來的時候 可以知戒 我們可以知道請戒 提醒我們的項目 整個掛有個時機在裡面 掛的時機要拿捏得準 在春末 春天的末 春末 隆立的三月底的時候叫春末 老師啊你怎麼知道春末啊 各位看 日在雲中日不明啊 春是三個人下面日子在下面最下面 最末比 春的最末一比是不是日啊 日上面有三個人壓到 所以時機是春末 好 好 所以這個是日子 楊財部分呢 如果有一次我在上海 那個我還沒去的時候 我那個上海那個大哥 把我在裡面又吹噓了一番 害我在那邊去很累 結果有一天晚上呢 就來了一個人啊 他說你先生你看看 我到個要 我們要去美國 簽證可不可以過呢 你知道大陸辦 有個簽證可答應 我說那那我什麼都沒有啊對不對 那你寫個字來好了 那寫個寸 唉正好寫個寸 那剛好是過年吧 我說你們此行三人 春天末了 春末成行啊 他當時也是變白色 真的是三個人 他說你先生不是我一個人 我們是三個人 要去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去 不然我們三個人就沒得去 那郭文蕾那會派出去的 三個人是一族 你看好不好玩 這個字上面很多 像我們那次新先生很好玩 新先生會看我們錄影單 新先生有時候 老師啊 我這次到泰國去 你看會不會有結果 我說那你寫個字來好了 他寫個 他說看看海 你寫個海 我說海啊 我說你是去三個人啊 沒有沒有 我們兩個人呢 我說不對啊 有個是母的啊 三個人是母的 那會派成隔海啊 飄海 飄洋過海 海中國人的水 水中的日常 會派成的 結果他從泰國回來 這就是三個人啊 我跟我朋友去那個人 他的太太從別的地方過來 跟我在泰國曼谷會合 結果一去機場變三個人 本來是我兩個人去的 到了機場下來三個人 這個很多就有雞嘛 雞在裡面 好 楊宰 張子居張女衛 哦 這裡很多了 好 北風粉 第一個 義從宗教 信仰 為什麼要提這個宗教很好啊 因為我這裡要提算不正 這個宗教不是很正的 宗教 好 智慧呢 會有蒙蔽的性向 好 第三個 新生毒害 哦 凶 哦 長子就住在那邊 第四個呢 婚姻晚一點 第五個 如果長子還沒結婚 在公家那位上班 官運不下 官運非常的不好 哦 如果在商場上 在做生意 商場上也不順 只望一件事 柯甲望 考試 哎呀我要考什麼 醫師執照 考律師執照 考什麼 欸柯甲很好 哦 在這個地方 哦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大兒子 讀書很好 你給他看到雷風 讀書很好啊 哇一票了 晚上那邊騎檔機啊 騎檔啊 好 騎檔啊 騎檔呢 再序掛是天山屯 騎檔 騎檔上面是天 下面是山 山 騎檔呢 往前 好 我弄錯了 第三個是男孩子 好 天山屯 因為前面的橫掛 橫者是久也 悟呢 不可 終久 這個講完叫悟不可終久 我們講悟好了 不要講 不要說是人 你那個稻米 米除了放在 古倉裡面 也不能放很久啊 所以我們在部隊吃的 就是推陳的米 那永遠在吃三年前的米 那永遠在吃三年前的米 為什麼永遠不得存量那麼多 但是永遠在吃陳米 物不可以終久 終久 久呢 則有去 一定要去 在那屯就是這個去的意思 不能單單說是退休的意思 不單單是退 就離開的意思 去的意思 好 所以屯是這個 好 這個 橫掛 雷鋒橫的序掛 就這樣來的 在外相看來看 天在上 山在下 天在下 本來就是姓 姓是羊嘛 錢是羊 姓羊本來是向上的 對不對 一直往上走 那山在下 山體呢 體大而止 你有沒有看 山在那邊長沒有啊 山在那邊長沒有啊 山不是像蘋果會長大 體大 但是它停止在那邊 但是它一頂到天 有沒有 這一個自然的像 還叫做魂 哦 待會我們講的解釋到人間道 你會更清楚 哦 更清楚 這裡呢 第一個 要送給你好勃勃的 哦 人間道 人間道啊 小人勝的時候 君子要退 你說不行 退的話 就沒人講話了 不是啊 不是叫你啊 君子要退 而且跪在什麼 速 快速的退 那你退 退來幹嘛呢 退以身道 你可以常常舉辦演講 到學校去講課 哦 就像我們季辛吉也到處去演講 他產錢的演講 賺的錢比你一點還多 你也去演講嘛 你光演講的錢就夠了 然後寫書演講 退以身道 你不要戀戰 好戀戰的智偉哦 好 所以你沒有讀《易經》嘛 好 所以君子在屯南的時候 並不是真正避開的 無農為事 而是處在末梢那邊 來生道 來找志同道後的人 才對哦 最近我就常常勸很多博士 就去教書 去教書 他們原來都在 郭南那位上官啊 實在不滿啊 有了在海基會 有了在陸委會 什麼都有 不滿了 我這裡面通通去教書 然後就把他再教書 臭碼一頓 讓他們學生聽清楚 他說對 我們打算要這樣子做 對啊 你知道現在我們海基會 很多主管上班 每天在看報紙 為什麼 看報紙怎麼報導我啊 我如何出風頭啊 然後每天晚上 他們都在拿公家的錢 都在吃飯 餐飲 每天晚上 到處去吃 我人在家中座 世事都曉得 因為我又會用錢啊 用錢就會知道啊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嘛 對啊 君子呢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我承認我做不到 如果可以隨時提醒我 這個這個講很難 很難做到 你怎麼說 君子啊 官臀啊 就知道 元小人知道 他看到這個臀像 外面是往陽上的 小人呢 自陽的 小人再高大也是 大 再大也是頂到嘛對不對 你君子還是可以往上 那官臀知道他怎麼樣體悟出來 他天地之間就告訴他了 若呢 你二 二生啊 很嚴重的罵他 吏色 只有呢 圖治啊 這個怨憤 只會讓小人呢 增加怨憤 對你的怨憤而已 不見得能夠把他變成君子 這個 圍在啊 《易經》上面怎麼寫的 他寫的說 銀 銀莊 威嚴 哦 這個 使之 敬畏 哦 這個小人自然遠走 如果你有小人 你的公司裡有小人 或者是 家裡面有小人 或者是 你朋友中間也有小人 易經告訴我們 不要二三第三 好 我這個做不到 抱歉 我就真的這樣子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說我 那圍在這個 要莊嚴 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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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 莊 他的目的達不到,他自然按理就滾蛋。 這就是君子對付小人的方法。 不像我,你就是小人,滾了,講完了,我就這樣子,不太好,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君子,實在太恨了。 好,這個,在屯卦裡面呢,最重要的一個, 《異經》裡面講的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道理, 又講了,君子小人啊,在屯啊,在去,在退的時候, 小人呢,小人女子啊,這個,這個異經說的吼, 小人女子,不是我說的吼,異經說的,這個先說明, 我講女的我會怕吼,我講那個什麼孫正什麼,我一點都怕的,他好爽吼。 小人女子呢,大夫人呢,但知恩吶,不知義。 他不知道義,你要對他呢,親愛,親愛之啊, 中其喪,他中喪的原因呢,完全是信恩呢, 私恩,私底下的恩惠,這是君子小人,這是小人女子之道。 所以你要得小人女子很簡單,你親愛好好對他就能夠得到他。 好,所以,他就告訴你啊,私恩啊,私人的恩惠能不能維持。 現在很多人呢,是人事的公司,我是房地產,仲介公司,他都是人事的,保險公司,一群人。 如果我是這個公司的總經理,有個保險公司,你會說, 誒,我來到你,我從那個保險公司想到你這個保險公司,我可以帶整個班級來,你可以,你走了,不用了。 小人群聚在一起,他們不知道義,義就是真正的義,你對民民百姓有用的。 他只知道,誰對我好,我就跟著他。即使這個是壞的,他對我好,我就跟著他,你跟這種人很多。 所以你對付小人很簡單,你要小人通通偉大,你旁邊很簡單,親愛他,他都來了。 其實你是不對的,他也支持你。 這就是小人,還有女子,他們這個分區分的地方。 占卜,有一個山,山代表族外嘛,族外的。 第二個,一個水,水代表險,險也,一山一水。 九旗上有文字,九是能夠忘憂的,好,忘憂之物啊。 九是忘憂啊,忘憂,憂鬱的齁。 忘憂之物。 文字在旗上,受人提息。 受人提息的想。 觀人踏龜。 觀人踏龜呢? 代表,這個人在龜上面,龜就是龜嘛。 龜也。 還有這個烏龜啊,在過去啊,你看龜上面有像頭像蛇一樣有沒有。 你們看我那種龜頭啊,烏龜的頭啊,講錯了。 這個像蛇的頭一樣。 我們中國烏龜和蛇,何在一起叫玄武。 玄武啊,玄武啊。 我們有南方朱雀,西方白虎,東方青龍。 玄武就是龜蛇併在一個圖上面,蛇盤在龜的身上。 所以,水上生財,水上求財,大雞。 水上求財,海運就是水上求財,水上求財,漂洋過海的。 第五個呢,葡萄上樹,你說老師,葡萄在哪裡? 你看那個右上角那邊紋,旁邊有個官帽的,有個那個誰? 刀工帶的帽子有沒有?有沒有看到那個? 他就講那個啦,葡萄上樹,就是求去的像。 好,求去之像。 第六個,月半雲舟。 月好好的在雲裡面是躲了一半,就是半清半濁的像。 就是四位明熙啊。 四位明熙。好,事態還沒有看得很清楚。 人在水邊,有等待。 有等待平安的像。好,等待平安。 等待平安的像。 如果是人立在水邊,不知道。 氣,懂不懂為之啊? 這個立嘛,這水邊,山蝶水是不是氣? 站在水邊就是哭泣的氣喔。 那坐在水邊,他就坐在那邊喝酒啊。 好,等待平安的像。 樹下人獨卓。 人好好的,為什麼? 他特別要強調說人在樹下面。 樹是木嘛。 人在那木旁就是修嗎? 修的像。 所以,如果說,哎,今天有一個人在說, 林先生我要補個罐,你看看我這一趟上, 當地方玩,台南地方玩,好不好? 一補,此行大凶而不利。 好,你要久為忘了之物,回家喝喝酒。 不幹,不要接受著文書。 接受著文書,你此行去的時候, 官冒都會丟了。 好,等待時機的時候,等待平安,不要急著去。 不然的話,你要去可以啊,去了嗎? 人踏到龜就回來,隨時就回來了。 人當龜了,當日回來了。 好。 洋宅的部分呢,不居東北位。 這在洋宅上面常常看到。 太多人了。 好。 洋宅的部分。 好,爸爸坐在東北角的位置。 第一個。 萌生退戀。 你看啊,有的人三十五六歲啊,你想不幹了。 然後每天像老頭子這樣坐在那邊,沒有幹勁。 天三屯。 結了婚以後,住在東北角。 第二個。 夫妻感情退化。 夫妻感情呢,不退化,不好,對夫妻不利。 第三個。 那個。 事業啊。 回歸到原地啊。 這個時候你看他流年。 原來他二十六歲到三十五歲,哇,全路從頭非常好。 三十六到四十五歲本來是逢到連破,然後這個急性度落線。 你再一看他坐在臀的位置。 他幹到二十六的幹勁三十五非常好,三十六歲後一直走下坡,然後倒出來回到原地。 那幹了不想幹了,發現他努力的半天沒有功勞。 好。 很多人說,哎呀,命是我們人類開創出來的。 OK。 假設你這句話是對的。 那你去拿農業博士嘛。 為什麼? 欸,可以幹總統啊。 好。 都胡說八道了。 第四個。 官運不利,官運不升。 當官的人如果是,你是當官的,結果住在臀掛的位置。 好。 官運呢,就不會升遷,勞而無功啊。 好,勞而無功。 第五個。 疾病上面來說。 好,疾病上面來說。 身體退化。 身體會退化。 好。 中年呢,得到老年的病。 那同事哪裡跑來? 奇怪,為什麼我這樣三十八歲就糖尿病了? 為什麼我膀胱無力常常跑廁所啊? 喜歡上廁所啊? 為什麼我私自很倔強,老人搬得出來啊? 東北角。 好,臀掛。 臀掛什麼時候可以去住? 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可以去住。 年齡大的人,你爸爸退休了? 三代同堂。 三代同堂。 好。 陽宅上面來看的時候, 東南西北。 西北角是前掛,是夫妻的位子。 太太從先生住這邊。 這個是三兒子的位子。 父母親年齡大以後就住到三兒子的位子。 這叫繁老還童。 那根掛是山,一經上來壽比南山。 所以爸爸去住了三兒子的位子叫做繁老還童的位子。 繁老還童叫屯天山屯。 長子跟媳婦,長子媳婦結了婚做夫妻。 夫妻住西北角,依次夫妻擺落邪勞。 這個時候一經的相去改變了。 兒子跟媳婦把爸爸媽媽當成三兒子一樣的寵愛。 這個動作就叫孝順。不然你解釋孝順給我聽。 現在連新夫妻對自己子女很有耐心。 對父母沒有耐心的。 你能夠把父母親當成你的孩子這樣寵愛。 這就叫孝順。 所以我常常跟我爸媽說,你是我兒子,你是我女兒。 你看這兩個孩子在搗蛋。 到現在這兩個孩子會吵架。 屯掛了像在應用。 所以三代同堂的時候,長孫住這邊,夫妻中生帶出來,長輩住東北。 長輩住東北,爸爸住好,媽媽住不好啊。 媽媽住的毛病很多。 媽媽可以住東南,地風生,跟大女兒住在一起。 爸爸跟孫子住在一起。 那反正孫子,男性化成,發現孫子不聽話。 住東宮沒笑,把他住到東南去,變成雷地玉掛。 然後兒子每天在家裡面煮飯洗衣服燒菜,變成媽媽很顧家了以後, 他就很好了,再讓他回到東宮來睡。 你必須要把他爸爸一起改進去。 你不知道很多人,老爸已經退休了,幹了一輩子公務員很辛苦的, 每天早上上班都下班都很累了,對不對? 六叔退休了,你給他坐到西南,他早上起得更早。 平常上班了,他七點鐘起來。 坐到西南腳,變成六點鐘起來。 為他煮到他便當每天,然後提到菜場上菜場。 問題是他很爽,很愉快。 就很累,你知道嗎? 你讓你爸爸到老了還要做媽媽。 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這種歌都有,這種歌都有。 好。 嗯 Fine.